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荐任何股票 这档广效型疫苗 那在礼拜五 也就是3月25号 那这档股票它就有申报转让的讯息出来 好 我们看这里来 3月25号 好 这档股票持股转让 好 也就是经理人 其实他就是总经理 好 吴先生转让1000张 他本来有6790张一般交易1000张 3月25号也就是收完盘以后 假设你的软体里面 或者你在网路上 你就看到这家公司 那你就看到他3月25号收盘以后 5点多就有这档的讯息出来 也就是总经理要申报转让1000张 好 那你不是我的会员跟 是我的会员差别在哪里 好 那这则新闻 礼拜五我相信 只要你有这档股票的人 你都会去注意 因为 那是你的高票 你一定要去看 你会 礼拜六 礼拜天你会去看 好 那你看到他申报转让1000张 你心里 是不是开始坎坷不安 好 从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那我请问你 礼拜五晚上 礼拜六晚上 礼拜天晚上 礼拜四到今天早上 总共足足超过两天的时间 三个晚上 不知道各位可够安眠 你睡不起吗 你好睡吗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只要是人 一定心里会坎坷不安 哎呀人家要卖 申报转让1000张 那他就被杀下来 因為他平常的成交量也兩三千張 三四千張而已 禮拜五他的成交量 禮拜五的成交量也不過才2000多張 那你一直想 人家轉到1000張 結果你不是我的會 禮拜五晚上 禮拜六一天 禮拜天 包括禮拜上 禮拜一早上 今天早上9點以前 我相信你都坎坷不安 好 那今天8點45我的會員 任何一個會員 都會收到我給他的簡訊 call訊 重要的提示 各位你們都有收到 只要是我的會員 你都有收到 後面八個字 因為我一定 我把它寫在最後邊 因為這最明顯 好 前四個字叫申報轉讓 後面四個字重點 後面四個字 我不要講 你不是會員 我幹嘛講給你聽 但是我所有的會員聽到這個 後面那個申報轉讓 然後後面有四個字 再告訴你申報轉讓 然後四個字 在產市申報轉讓 我的會員每一個人就心情很安心了 因為他們知道今天這檔股票要怎麼走 那你不受的會員 你開始緊張啊 好 來 注意看喔 開盤以後 開193 然後就打下來喔 各位 打到190 看到喔 打到190 好 這是9點47溫的時候 當時大盤 我告訴你 當時的大盤是跌上百點 那這檔廣效疫苗 總經理 吳總經理要申報轉讓1000張 他要賣1000張啊 是一般交易啊 我告訴你 新人也是很雕工喔 他 你看喔 今天早上8點再出來一次喔 有雕工嗎 很雕工的就是故意 8點33分 開盤前 他故意就有新人再出來一次 有沒有 好 一般交易要賣1000張 一般交易就是在市場賣啊 那你不受的會員 我想你會做什麼動作 你只要是人啊 你一定會賣啦 因為殺下來 開193啊 殺下來啊 對不對 殺到190啊 看到喔 殺到190 而且當時的大盤 當時的大盤跌了300點喔 當時的大盤是跌300點喔 當時大盤是跌300點喔 那怎麼不怕呢 沒一個人怕 好 那我請問你 參加我的會員 這樣值多少錢 禮拜六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包括今天早上開滿錢 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說那個煎熬 那個細胞不要使多少 你頭腦不知道 我說喔 應該做股票的比較正常 假設你是有憂鬱症的 我告訴你 你你會去攪頭啊 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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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參加我的會員值多少 你告訴我 就這樣子 我問你好了 結果已經 大部分的只要是很多會賣嘛 為什麼 大盤跌了300多點啊 他開193 然後這裡是191 190 為什麼 因為其實190幾賣 幾乎所有人都賺錢 我常常講這檔股票 你有這檔股票應該說你三輩子 最少有基因的你才有這檔股票 你看這大盤 我告訴你你做哪檔股票我賺錢 你今天做哪檔股票賺錢 你在這裡你會怕把他賣了還賺錢 因為190也是相對高點 可是是我的會員他就不一樣了 他今天早上說到45分9 8點45分還沒開盤喔 所有的訊息 前面的大概就大同小異 後面878這個字最重要 申報轉讓 然後有四個字 我的會員一看到這四個字 心情就放鬆了 然後就知道 今天這檔股票要怎麼走了 請問你參加我的會員 你根本不參加我的會員 差在這裡 而且這種事不會只有今天 我常常在講 很多情況 那個轉折的時候 不會只有今天 那你參加我的會員 你會禮拜五 你拜六 禮拜三 就三天 你輕鬆過日子 你不參加 那為了一點點錢 你不參加我的會員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很緊張 到禮拜一 禮拜一很緊張 然後你賣了 賣的重點來了 收盤 來 我們看收盤 這190 看到190 收盤2001 大部分你看 這樣開193 開了以後上去煞下來 當時大盤是跌300點 然後今天收盤2001 大部分人都會賣 賣二三十張很正常 20張就好 我們把它整數 10塊 20張 10塊 20萬 你猜家會員修20萬嗎 我問你好了 然後問題是 你賣 我說不要賣在起帳點 做鉤票最怕是賣在起帳點 因為這是投股老師的專利 對不對 他們叫你追的時候 都是買在起帳點 你們自己跟著我也會賣在起帳點 你為了省一點點的費用 我說不會只有今天 好 再來重點來了 好 那我們再來解讀這個好了 一般交易 他要賣1000張 他有6790張 我問好了 總經理為什麼要賣股票 我問你 你如果說一些我們叫大股東 有些沒有 這董監不是董監 就一些大股東 我們叫外圍好了 賣股票有時候很正常 但要獲利 總經理會賣1000張股票 他 我問你他為什麼要賣 我問你好了 有人說 他因為要報稅 對不對 我不認為 好 那咱裡就 社會去買他股票 社會買 這裡是高點 對不對 社會買 難道讓買的人跟我一樣 跟線民線一樣 好大空閨的 一個老白生 對不對 對不對 是這樣子嗎 好 那今天10點來 今天到了10點 1點 1點收盤以後1點40 我又把簡訊 like給我所有的會員 簡訊 call訊 大家都收到了 因為這一千張 已經轉帳成功 就轉出去 轉給 我們不能講 就轉帳成功 就賣了 1000張就賣了 不影響 大盤 這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賣 等於這個我未來會慢慢解讀 他為什麼賣 那我們把它 就是說他賣了 賣多少錢 轉帳 轉多少錢 好 我們看 197.5 來 10點38分 這裡197塊 轉100張 1點38分 1點39分 這裡轉581張 好 1點39分 這裡轉711張 總共其實轉了 1,39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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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啦 上市股票 上市貴股票量有這麼大嗎 一筆喔 來 這裡100張 這裡581張 這裡711張 就是1,390張 就是1000股就一張 711萬 711萬股 711萬股 7111萬股 711萬1千股 這是58萬1千股 這裡10萬股 這裡是10萬股 總共這130 1,390張 總共是2億7千萬 那我問你 誰會有2億7千萬 去收這些股票 我以前一直講 蔡明星 就是富邦的董事長 他一樣跟兩個 專利發明人 他跟他們收了950張 當時是收52塊半 也是這樣收 我一直跟妳講 你買股票能買的比大股東 所謂大股東 吳先生是經理人 總經理就經理人 大股東就是投資者 你買的能比大股東便宜 那你就一級棒了 來 再看一遍 好 今天在這裡 100張 581張 711張 均價是197.5 然後當然收盤是收多少 收盤收 他們買197.5 收盤是收31 就在壓下來這裡 全部轉帳成功 在這個位置 那我請問你好了 單單今天 也就單單從禮拜五 你看到這則訊息 他要申報轉帳 你開始每天坎坷不安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到禮拜一開盤前 你不是我的會員 我問你 記不上錢 你損失 你的精神上受了多少的委屈 或受了多少的煎熬 也不過是參加會員 你沒有多少錢 那你是我的會員 你今天9點8點45 每一個人都受到申報轉帳 後面四個字 因為保密 我們當然不能講 因為我所講的絕對不能騙人 因為call訊解釋裡面 我們像我們這種公司 都要留底 讓主管機關來查 我不能亂講 後面8個字就是申報轉帳 然後4個字 很重要4個字 你不是我會員 我當然不能告訴你 因為裡面有閒機 所以大家又了解 你想說大家 沒買了還在外面 一定賣賣 然後看到這4個字 我說不買都已經 已經很尾期了 他們一定不會賣 所以今天當然收盤再衝新高 來 有沒有 201 那我請問你 我說我每次都講一遍 包括在這裡的時候有沒有 當時3.18號時候 童吳老師在做停損的時候 當時大盤是跌300多點 在這裡做停損的時候 我說你做什麼動作 130.5這裡 這裡185.5 好就是這個位置 130.5 然後我有話給你看 我說他打了 打了一個月的大敵 185.5突破以後 未來會怎麼走 你沒有參加我的會員 你賺得到 但是你是賺什麼 賣油 你如果是我的會員 你跟我亦步亦去 你會賺整個的機會 你們選擇 你們自己選擇 我說這個情況 不會只有今天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你們不是我的會員 你煎熬到今天早上 你收不了去賣股票的時候 你發現收盤是創新高了 你有什麼感想 我說不會只有今天 這種情況會 未來會有好多天 再來就是 他為什麼要申報轉讓 先打電話來參加會員 等一下我再告訴各位 馬上回來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我說各位你們做股票 做一輩子的 你如果滿手都是股票 請問你會看到 像我這麼精闢的 分析一檔股票 從他的任何訊息裡面 很清清楚楚的勾勒 他未來的脈動 你知道嗎 你在漲知識耶 所以我一直告訴你 做一檔股票的人 都會賺機會 你們今天應該相信了吧 我們再看一遍好了 好 我看月線 看周線 好 來 今天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201 各位 我一直在告訴你 這100 這67.7 我們不要去講 有的時候我講太早了 有些人 反正 我說從這裡就好了 200 這裡 好這裡 這裡 這裡75.7 這200 75.7 你做黨股票 我問你好了 我常常講這句話 你今年好嗎 你今年做股票好嗎 有賺錢嗎 這個叫做比銷我漲 你沒有要插賣 你做你自己的股票 你做自己的股票 要賺錢很難 你不賠已經是很厲害了 你做其他股票 跟著其他投稿老師 今天追那一檔 明天追那一點 一直在追漲錢 一直在追創新高的股票 我告訴你你有賺錢嗎 我們的股票 不是在創新高而已 我們的股票是 三不五十就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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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看嘛 這一段 1月25號26號27號 創歷史新高 走A 走第一波 我說這叫出生斷 這裡是185.5 就在這裡 185.5 這裡130.5 好 那我說假設是主生斷 他必須要突破185.5 這段突破了 現在2001 那是不是主生斷 好 因為主生斷要漲得 來 主生斷要漲得比 這個出生斷最少要 他的1.382以上 或者1.5倍以上 或者2倍以上 反正就要比出生斷 出生斷這裡叫757 這裡叫185.5 這裡漲了 漲了110塊 這一波上來 我說最少 如果用波浪以外來講 最少要漲到150塊以上 那如果 110乘以2漲220 是很正常的 好 那這個叫波浪吧 那我說你 你從禮拜五到今天 我覺得你還沒有辦法 去解讀說 請問他為什麼要賣股票 為什麼要賣股票 好 那有人說報稅了 好 那 因為 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單一 好 你說報稅 也可以 好 第二個 因為他 6月23號 要開股東會 好 那6月23號的股東會的內容 還有包括 有一些 認股的 那就題外話 比如說 認股的 人工認股的IPO 幾個person幾個person 一年兩年幾個person IPO就是 未來要上市上規它叫IPO 都是在這一次的股東會裡面 原則上會去討論到 好 那他為什麼6月23號會在 現在趕快申報一千張轉帳 好 那各位看這裡 我再給各位看一遍 中央研究院 這是當時的 有19.18個person 三萬五千多張 好 行政院有一萬兩千多張 鑽石生機有三萬四千張 蔡明星詩人有三千三百張 那這個就是 申報轉帳 吳中益 看到吳中益 現在是總經理 當時是副總 現在是總經理 6、7、9一張 6、7、9一張 那申報轉帳一千張 轉帳一千張 好 那他本來 我也講過很多遍 他本來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中央研究院是叫做中生子 中生子的意思是 你只要會呼吸 國家就要錢給你 那叫中生子 而且他薪水 差不多部長級 那這家廣銷銷疫苗說 那請你辭掉 辭掉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我們總經理讓你來handle 好 那既然總經理要賣一千張 他絕對是 因為他既然是總經理 他一定想得更遠 看得更廣 那不是單單說他要繳稅 不是 因為6月23號要股東 開股東會 也就是要股東 要重新選擇 所謂的我們叫做董監 那我曾經講過一句話 當時還沒120以前 我都不敢講 後來過了120 像現在我就敢講 我說市場謠傳 這叫謠傳 有帶驗證 當時蔡明星 沪邦董事長 接了52塊半 接了950張 就專利發明人 當時因為要繳稅 那可是那個 那個法規已經轉了 他不見得 這一定要繳 以後賣出 再繳就可以了 這個都已經改了 所以他 我認為他不是為了要繳稅 好 那既然6月23號要開股東會 代表什麼 我說為什麼 我講過很多遍 國泰有沒有醫院 有 台塑蘭有沒有醫院 有 新光有沒有醫院 有 連中心金都有醫院 為什麼台灣最大的金融機構 富邦沒有醫院 沒有醫院 我乾脆弄一家 生醫科台積電 弄來我自己手上 我才能講這個概念 所以中間研究院跟政府 比蔡明星多 所以當時我說120以下 他就有多少收多少 可是我認為他沒有收到 是不夠 因為市場有多少張我知道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因為我不能講 你以為像這場糖疫苗 糖晶片的 這個廣銷型疫苗 你以為只有富邦在看而已 我講第二個故事說 有人 那不能講 有人比他更積極 因為最少政府有三分之一的股錢 政府不可能經營 那這三分之一的股錢 他不用很多 他只要超過政府 他就可以來經營 就像我以前在講台積電 當時菲利浦一半 政府一半 菲利浦一直賣 所以到時候請張中央來經營 然後到最後台灣 政府只剩下5% 你看 政府一定很後悔 你看6.38%政府 這檔台積電 生意的台積電 政府在這裡是6.52% 比台積電還多 還有中間研究員有18 19% 所以各位好好去思考 我說有些股票可以傳子孫 這樣講比較快 我那天也講過 來 那天我也講過這個邏輯 我說這個就吳中毅先生 他說這家公司不但可以比 新建 新建就海根 其實不叫海根 西雅圖遺川學 然後跟利旺 可以像利旺一樣 我當時也用利旺的股價 我利旺在這裡 利旺 我說這檔唐孝晴疫苗 就在這裡 利旺是2520 他這裡是200塊 他會跟利旺一樣 當時我說我的 我的婦人 突然有一天跟我講 老師我們的股票 應該有價值100塊美金 我說你有事 100塊美金是2千8 這次只有一百塊 有人眼光比有更銳利 已經看到他100塊美金 會不會來不知道 但是從這裡面去看 有沒有機會 這是理財州官 郭文貴先生先生說的 可以比照利旺的模式 好 重點在這裡 他如果是初生段 壓下來 如果這是初生段 我說初生段會很複雜 而且像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是沒有轉讓這個 所謂 讓各位坎坷不安的情形 不斷就會發生 你今天買去的人 你會不會覺得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薛老師的會 你也聊很多 感賺很多人不要聊 你感賺很多對不對 我說未來會不斷地發生 假設你有初生股票的人 沒有就不要來了 你如果沒有股票就不要來 不要來 不要來我們不希望你來買 對不對 因為現在所有人都賺錢 今天創新高了來 各位 是不是已經創新高了 200億是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而且是收入在最高點 任何人都賺錢 你們不要來買 因為也沒多少給人買 但是你有的 我們要保持戰狗 不要像今天一樣被洗掉 是不是 今天有人被洗掉 來一會就差10塊錢 誰變20張就是20萬 你如果今天出掉50張 我50萬沒了 問題不是這50萬 後面還有很多 如果跟立望一樣 你也會打頭 因為你賣在起上點 所以只要你手上有這張股票的 我說像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這種煎熬 不會只有這一次 未來會有很多不斷地發生 在關鍵轉折的時候 難打給這會 你就不會怕 沒像我的會 你這樣 今天很爽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緊張 而且就騎關上看 要是他 打電話來參加會 打電話來參加會 免同一個時間 再會 我會和您兩者 都不會與你一起 戶口 給予節目 當中 我們會 出軍